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经常讲一些话 令人觉得震惊 一般大家都以为他在说胡话 但是在上个礼拜四 拜登在一个竞选活动当中 对中国有了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呢 让我看到这是拜登上任以来 对中国敲的最严重的一次警钟 拜登说什么呢 拜登说中国是一颗正在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什么叫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呢 就是他离爆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拜登凭什么这么说呢 拜登在这次在犹他州的一个叫帕克的一个地方 他在演讲的时候 他说中国因为经济成长放缓 退休年龄人口超过劳动年龄人口 他中国陷入了很大的麻烦 他说他目前有最高的失业率 还有一些很麻烦的问题 他说这非常不妙 拜登为什么觉得中国出了这么多问题 在他看来不妙呢 拜登说因为坏家伙遇到问题 他就会干坏事 所以他认为中国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在这里拜登首先点出了中国出现了重大的经济问题 然后他把中国定义为一个坏家伙 有些人在评论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 他说拜登把习近平评论成一个坏家伙 其实我觉得意思都一样 他说中国是个坏家伙 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现在在美国看起来 他是整个中国内外政策的最终决策者 所以说拜登认为中国遇到了问题 所以接下来中国将会干坏事 那么拜登所说的这个中国干坏事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说拜登这次说中国是个定时炸弹 是不是算说胡话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 拜登过去有很多说胡话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他在乱讲 但其实呢 后来证明是真的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 他在讲到民主党和他本人有必胜把握的时候 他脱口而出 他说我们有这个史上最大规模的作弊团体 所以我们一定会胜 大家都以为他在讲胡话 但是事后证明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确实出了很多问题 那么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疑惑没有解 那么到底是不是拜登当时情不知尽之下 讲了真话呢 这个恐怕要有一段的时间过去之后 恐怕由历史来评价 那么再有就是最出名的拜登讲胡话 就是美国会不会出兵保护台湾 他连续讲了四次 他第一次讲第二次讲 大家基本上认为他在说胡话 因为美国对台政策过去一向是所谓的模糊政策 那么拜登把这个政策清晰化了 大家都认为他在说胡话 但是后来呢 等他第三次第四次讲的时候呢 美国一众的官员 无论是国务院的 还是美国军方高层 也不隐瞒了 直接说美国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他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这是在最近的事情 因为在美中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然后拜登政府不断的说要跟中国进行沟通 要对话 千万不要出问题的时候 拜登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独裁者 很明显这不利于美中双方重新建立沟通 那么是不是他又说胡话呢 布林肯给出了答案 布林肯说 总统说出了我们这些官员想说的话 换句话来说 拜登又一次讲出了令人震惊 但是并不是胡话的话 那么这次拜登说中国是个定时炸弹 他的依据我们刚讲了 是中国经济出了问题 这里边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迹象是很明显的 过去我也在节目里边说 中国的经济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呢 我个人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一个有利的证据 或者是比较充实的数据 来告诉大家中国的经济坏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们基本上知道 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啊 失业问题啊 很严重 还有进出口也出了问题 这个在上个礼拜节目里边 我们讲过了 中国7月份的进出口 都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下滑 那么这充分说明 中国不但现在经济出了问题 未来中国的经济 向负面发展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不知道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拜登知道吗 我认为拜登是知道的 因为有中央情报局 这种情报部门 会收集一些情报 把情报 然后给拜登做简报 所以拜登知道 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 拜登在讲话当中 他后来再回到白宫之后呢 他又对他上个礼拜 是这番讲话 有一个解释 他说啊 他说我主要是针对中国的 这个国内经济出了问题 和国内社会出了问题 所以我认为中国如此这番 那么中国的经济 到底出了多大的问题呢 拜登在讲话当中说 中国的经济增长 不会超过百分之二 那么这跟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就有非常大的落差 因为中国官方公布说 第一季度中国的GDP的增长 大概是百分之四点几 而到了第二季度呢 增长达到了百分之六点三 我们知道百分之六点三 作为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的 百分比来说 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美国现在大不了 也就是每年GDP增长 大概是百分之二以上 美国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而中国如果有百分之六点三呢 那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很好呢 过去我们跟大家解释过这个数据 就是中国和美国统计 经济增长的这个统计的方法不一样 那么在我呢 有一些数据不清晰情况下 所以我不知道中国官方政府 所公布的这个六点三 到底是个真实的数据 还是有水分 因为大家一向认为 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呢 有水分是很正常的 而拜登在讲话当中 他特别讲到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 不会超过百分之二 这个依据何在呢 事后有白宫官员解释说 他说根据中国所公布的 这个经济增长的百分比 在对比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数字 白宫的经济专家认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 不会超过百分之二 并且很有可能是负数 我们说如果说 中国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 是百分之六点三的话 这都已经充分说明 中国的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百分之二的话 这只说明 中国经济所出的问题呢 比我们现在 从官方所公布的数据当中 看呢要严重得多 那么如果经济出了问题 中国的社会会不会出现动荡呢 这也是拜登关注的 另外一个点 就是中国的经济出了问题 然后中国有非常高的失业率 中国的社会呢 也出现了非常紧张的气氛 我们最近关注到一些 很奇怪的现象 在上个礼拜我们说 经济专家胡星斗 给习近平有十条建议 如何挽回中国的经济 胡星斗这个建议啊 好像目前为止 没有引起什么 很大的一个冲击 胡星斗本人呢 也没有听说受到了什么 比如说关押 或者是被失踪啊 这种情况 但是最关键的是 胡星斗这个十条建议当中啊 有很多是犯了这个 中国官方的大忌的 比如说领导人的任期制啊 等等这些说法 是犯了大忌的 犯了大忌的胡星斗 这十条建议 我们在上个礼拜说是 胡医生出的这个药方 这个药方居然可以在中国的 社交媒体平台 非常长的时间 能够融存下来 这一点呢 本身就非常奇怪 所以说中国现在的社会呢 确实出现一种情绪 比如说 现在媒体都报道说 中国现在民间出了很多 苏联式的笑话 什么叫苏联式的笑话呢 就是他既讽刺了政府 讽刺了石壁 但是呢又让你抓不住什么把柄 我今天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笑话说 有一个人捡到了一个 一个壶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这是神话当中的一个故事 壶里面出了一个巨人 然后巨人呢 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说中国一个人呢 捡到了一个灯 应该说一个灯不是一个壶 捡到这个灯之后呢 他一戳里面出了一个巨人 然后这个巨人就问这个中国人说 我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请求 你说你要什么 然后这个中国人说 我要那个什么什么 然后什么什么 于是呢 这个巨人突然扑过去 捂着中国人的嘴说 你连这种话你都敢讲啊 赶快赶快 千万不要讲这个话 所以这种苏联式的笑话 就是他讲出来 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呢 你要抓他把柄呢 恐怕也不容易 因为他说的是 我希望那个什么什么 然后什么什么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中国人明白 这也是我们说 为什么罗沙海士这个歌 在中国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播放量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歌里面讽刺的是什么 绝不是只有纳英啊 什么汪峰啊 这种人而已 所以说这中国社会这种情绪 那么会为中国未来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就是拜登所说的 中国因为面对这种种压力 中国有可能做坏事 那么如果拜登说 中国有可能做坏事 这个定时炸弹正在滴答作响 中国接下来在拜登的眼中 在这个美国总统的眼中 到底会做什么坏事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情文 上一节我们说 拜登在竞选的演讲当中 说中国是个坏家伙 这个坏家伙出了问题 坏家伙出了问题 就会做坏事 中国是个定时炸弹 那么中国现在确实经济出了问题 社会我们也看到一种情绪 正在蔓延当中 这种情绪 之前我在讲白子革命的时候 讲过 为什么中国民众 现在会有一种集体情绪呢 当这个清零政策突然结束之后 其实它并没有给社会 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 清零政策结束之后 首先让中国的民众知道 清零政策是错误的 第二 这个错误政策执行了这么久 给中国的经济和民生 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和压力 但是呢 并没有让中国的疫情 跟其他国家有什么不一样 清零政策结束之后 中国依然面临着大面积的感染 或者是比较高的死亡率 但是呢 这个跟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两样 于是呢 民众在清零政策执行的时候 跟清零政策结束之后 做出一个对比 再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做一个对比呢 这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效果 就是大家对这个清零政策的决策人 习近平产生了怀疑 这才是清零政策结束 白子革命发生最严重的问题 这才是产生了 为什么有一些中国人 在一些公开场合 公开的质疑习近平的领导能力 这种情绪如果蔓延的话呢 一定会在中国社会造成一种负面的影响 我想这就是拜登所说的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出了问题 失业率很高 那么经济一旦出了问题呢 当民生困顿的情况下 大家就会对领导人的决策 会产生一个怀疑 这种情绪没有办法用官方的 所谓的正能量的方式 能够让他宣泄引导出来 那么如果中国面临这些问题的话 在中国内部还会产生 其他相应的连锁反应 比如说离心力 我们过去讲过了 为什么中国的间谍越抓越多 为什么要在中国实行新的 这个反间谍法 最近中国官方公布了一个 CIA的一个间谍 据说这个人是在一个军工企业里面工作 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被中央情报局撤反了 中国公布的越多 这种所谓的抓间谍的具体的案子 让我们看到 在中国社会确实特别在一些 特殊的阶层当中 比如说在这个知识层的领域 比如说在一些比较拥有特权的领域 产生了相当大的离心力 而这些人呢 恰恰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的对象 中国这次公布了这个间谍 也证明了之前我们讲的 博恩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系统 已经全部被破坏 是在说谎或者是在讲笑话 但是目前中国如果真是出了问题 拜登所说的 中国接下来会做坏事 会做什么坏事呢 以通常我们的这个历史知识 告诉我们说 一旦国内出现了重大的矛盾 不可解决的时候呢 把视线向外转移 把矛盾向外转移 是一个万用不变的办法 这个办法呢 也往往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如果要把矛盾向外转移的话呢 外部环境也是有一定的 这个特殊的因素才行 比如说有一个 可以足以跟中国产生冲突的 一个外部环境 然后呢 告诉中国民众说 现在大敌当前 外敌当前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 那么如果讲到这里的话 我想大家最容易想到 就是台海 这个话题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台海是中国转移 国内压力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宣泄口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在很多中国国内民众看来 这是一个颠覆不迫的真理 这是一个历史常识 那么所以如果一旦台海出了问题 当然不是中国主动发动 所谓的解放台湾战争 是因为台湾出了问题 台湾有可能独立 台湾有可能分裂出去 于是呢 中国被迫采取行动 这样会有合理性合法性 那么这就可以把矛盾焦点 向外转移 讲到这个话题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目前中华民国的副总统赖兴德 正在过境美国访问的行程当中 已经到了纽约 纽约的过境行程结束之后呢 将会到中南美洲去参加一个 新总统的上任的仪式 然后回来要到三藩市 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呢 我觉得这未必是个很好的借口 因为过去像总统蔡英文啊 像这个过去的一些总统啊 都曾经有这种过境访问 但是赖清德这次过境访问 他直接影响的是 2020中华民国总统大选 赖清德这次过境访问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为什么行程一直保密 那么这个保密的行程 有很多不公开的行程 到底见到了谁 我们过去讲过 2020中华民国总统大选这个话题 郭台铭是成为 有可能是美国影响大选的那只手 那么郭台铭如果真是参选的话 很多人都基本上持这种观点 这等于是保送民进党 进入这个2024总统大选的胜利 这一点呢 连很多国民党内的人呢 都这样认为 所以说赖清德这次到美国访问 到底会跟美方有哪些人见面 见面呢 是不是为未来的台美关系 做一个提前的规划 如果这个规划是真的话 那么似乎美国也相信 民进党会在 2024总统大选当中获胜 那么所以2024总统大选 如果结束之后 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对中国大陆不利的话 那到时候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借口 在台海出现了一个冲突的可能性 那么让这个外部矛盾转移呢 所以我想拜登说的 中国准备做坏事 这里边包含了 台海有可能是 让这个地区发生一个武装冲突 然后让中国目前国内 所面临的经济压力 社会压力 向外转移的这个渠道 这在美国看来 当然是中国在做坏事 因为它破坏了 这个印太地区的和平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中国做坏事这个概念 我想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中国和俄罗斯的同盟关系 到底会发展到哪一步 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中国会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这个话题我们讲过很多了 到目前为止 中国不但没有向俄罗斯提供 大规模的军事装备的援助 最起码美国现在没有掌握证据 但是呢 在这种背景之下 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口的货品呢 大幅在下降 那么这就令到俄罗斯 卖给中国的货品少了 得到的资源少了 那么接下来俄罗斯在经济上 肯定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所以说俄罗斯发动的这场 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啊 最终会失败 最终会导致普京下台 这一点呢 到目前为止 我本人坚信不已 但是这一点如果 这个结果如果出现的话 那么这就会令到中国 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战略挑战 所以中国要如何应对 接下来俄罗斯很可能在战场上出现失败 普京的政权很可能会倒台这个因素呢 中国如何面对这个局面呢 这也是拜登所说的 中国会做坏事的可能性之一 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 很明显自在美国看来 也是在做坏事 那么这种可能性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我想近期这种可能性就会有 首先是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这个处境 虽然现在很多支持俄罗斯的人 还说你看乌克兰的大反攻 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这个非常重大的成果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俄罗斯也在用很大的力气来顶住乌克兰这个进攻 乌克兰的这个援助 无论是武器援助还是经济援助 都是无穷无尽的 因为北约国家 欧盟国家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 最起码在主体来说 在主流声音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动摇 但是俄罗斯能够得到援助呢 却越来越少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要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很快习近平跟普京将会再次见面 中国在今年的秋天 据说将要举行一个一带一路的高峰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已经公开说 他会到中国来 也就是说普京要再次访问中国 普京这次对中国的访问 很明显是在主上门讨债 因为你说的要全方位撤应俄罗斯 你说的关系无上限 但是到现在没有见到大量的军事援助 很明显这是有上限 那么普京如何说服习近平 能够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呢 这就跟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了 拜登一方面说跟中国沟通 一方面讲了很多刺激中国的话 推出了很多刺激中国的政策 这是令到美中关系不稳定当中 一个巨变的一个潜伏的原因 比如说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 现在到底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上个礼拜我们说了 我想中国政府也应该知道 这会对美中未来的整体实力 将会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 如果等到距离越来越大的时候 中国不要说想要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能够维持跟美国的力量的均衡 恐怕都会有挑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如何应对呢 美国的政策在不断的推出 拜登也不断的用说胡话的方式 把美国的底牌其实亮给了中国 包括会军事援助台湾 包括对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认知 还有今天说中国是个定时炸弹 中国经济出了很多问题 美国在不断的向中国亮底牌 中国要如何应对呢 这次普京对中国的访问 会不会令到中俄两国的同盟关系 再次发生变化 中国会改变自己的外交策略 真是向俄罗斯提供大规模的军事装备呢 那么如果中国这样做的话 在拜登眼里面看来 当然这是一个做坏事 这个做坏事的原因是希望 加大俄乌战场上对北约的压力 能够让中国得到喘息的机会 但是如果中国真是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的话 那么美国也有言在先 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 到那个时候 恐怕美中之间将会有更加激烈的冲突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